女一号王辈一出现就吸引了两名男嘉宾的关注 甚至在第一期就开启了修罗场 开启两男追一女场面 因为王辈平时要起早 所以其他女嘉宾晚上一起说小话的时候 他不能参与 女生们聚在一起 都表示自己没有一眼看上的男嘉宾 同时他们感觉男嘉宾那边也没有一见钟情的类型 这个时候有女生就提出 王辈有让两个男嘉宾心动 而且是一眼就心动的那种 其他女生都表示赞同 贝贝为什么会一眼就吸引两名男嘉宾呢 思以为还是有两点原因的 一 始于颜值 恋宗嘉宾见面之前可以看三单 见面之后第一眼看的就是颜值了 在还没见面之前 三位男嘉宾都是选择的女四号蒋玲玲 但是见面之后有两位都选择了女姨贝贝 大概率还是贝贝的颜值和气质吸引了他们 贝贝的长相确实很惊艳 剪辑师将贝贝安排在女嘉宾第一位可能 也是考虑到贝贝的长相很有吸引力这个因素 贝贝皮肤白皙 有颜有身材 身高168 属于一眼看上去就能够被抢走注意力的惊艳美女 同时贝贝又自带一种清冷的气质 让人感觉很有欲解味道 2.忠于性格 一般来说 在恋宗中同时被两个男嘉宾追求的女生都会左右为难 但是贝贝处理的方式剧颇为让人欣赏 面对俊良的追趣 贝贝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有分寸感的 当别人对他好为他付出他可以接受 但是当别人想要走进他的小世界的时候 他就会适当表现出拒绝 比如俊良第一天认识就 提到第二天要送贝贝去上班 就被贝贝拒绝了 后来仍然是坐自己的车去上班的 俊良提到一些关于感情上的相互 交换秘密的偏向私密性的话题 他也能够非常恰当地表现出他的倾向性 让人觉得贝贝只是跟俊良相互了解 并没有给俊良释放出心动信号 但是对于贝贝心动的男嘉宾 他总是非常及时地给予回馈 对待C.U.有了一些小矛盾 贝贝也能够主动去化解跟C.U.解释清楚 而不是不明不白地任由这种误会继续下去 贝贝整体表现的是心态比较稳 待人处事都给人不错的分寸感 既给人足够的尊重和礼貌 又不会让人觉得太过热情 让人不适应 3.经济独立 贝贝在节目中表现得这么有分寸感 跟他骨子里的自信有一定的关系 从节目中可以看出贝贝上班非常辛苦 早出晚归 贝贝是做科技公司的公关传播工作 工资应该是不低的 既然做这方面的工作 一个方面也表明贝贝的工资很客观 贝贝应该还是有兼职时尚博主方面工作 所以各方面压力一起袭来 让他看起来平时非常忙碌 工作很辛苦 贝贝开的车是50万左右的 即使这样 他在小屋生活的过程中 还是每天开着专车去上班 应该是希望这个过程自己能够轻松一些 愿意为减轻自己的疲劳买单 第一期大家刚来到小屋 贝贝带来的礼物是600元左右的香薰蜡烛 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贝贝的经济实力 所以从贝贝身上能够看出来 自信又经济独立的女孩真的太招人喜欢了 这种喜欢始于颜值忠于能力 男生谁又会喜欢完全依赖自己的女生呢 大部分还是会喜欢自己也有独特的魅力点 有能力的女孩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